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民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心情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是痛苦难耐的 要如何接受他放下他并且远离悲伤呢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这张照片里面两个活泼健康的小男孩 是今天的特别来宾许明珠师姐的儿子 不过他跟大儿子的缘非常的短 只有13年 大儿子在念国一的时候就意外往生了 那时候的明珠曾经有三年的时间走不出来 一直到他参加了慈祭的亲子成长班 您看 他把别人的孩子 像自己生的孩子般的疼爱来照顾 他才慢慢的走出了痛苦的深渊 进而成为一位快乐的全职志工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许明珠师姐有苦转乐拉长情或大爱的故事 他那时候是他顶楼 我这里有楼 我上面还有一楼十楼 楼的上面刚好是有绳子绑着 他刚好已经落到这里了 落在他这个窗户外面 冷气空调的那个位置 他人已经到那里了 因为那里有一个脚印 就是他已经到那里了 他就松手 绳子就松手了 结果就没有考虑到那种地性盈利的关系 所以就从这里 就坠楼到一楼 当场往生 1997年 许明珠的大儿子 因为被反锁在门外 想从16楼外墙爬进15楼住处 结果意外失足往生 难过的明珠 忧郁缠身 心门打不开 孩子经过这样的意外 那我们很担心 还有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才装了这样的一个铁窗 但是这个铁窗 也把我的心给关注了 意外发生后 明珠的人生变黑白 整整有三年时间走不出来 在慈激志工的鼓励下 参加亲子成长班 才将生活重心转移 慢慢有了笑容 从陪着小儿子 在亲子班上课 倒成为活动窗口 带出许多志工 这也让大家看见了她的转变 以前其实我了解的明珠师姐 她是一个整天在牌桌上的 从社区的人 她们跟我讲说 你怎么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呢 你会被她带坏 可是我看到她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慢慢有转变 因为那时候经过她老大 一个往生的事情以后 她自己也接触到慈激的师姐 给她的关怀 所以她慢慢的把那些习性 也都慢慢的再改了 要点头说 妈妈我爱你 要点头不能说 点头来说 妈妈我不爱你 这样不行 然后练习一下 我虽然跟她是表姐妹的关系 我是她姐姐 其实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她对亲子班的投入 真的无话可说 好像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是 比较内向 而且是比较怕生 可是就是我就很喜欢跟明珠师姐在一起 就会觉得说 嗯她好像就是带着头 然后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们就走下去就对了 这里 高一点 火冒三丈嘛 火山爆发会怎么样 会冲出来嘛 对不对 好我们再从学不恨那里 学不恨学不气 气要大一点要有力气 学不气 我相信她在这个人生 碰到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可是她也都走过来了 然后用另外更正向的那种人生态度 那我觉得说 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模范 就是很喜欢跟她在一起 我会觉得说我的那些忧郁啊那些负面的都会一扫而扣呢 这里叫做我们的文化走廊 啊对啦这一张啊 我前几天拿下来你把它贴上面 哥哥现在当菩萨的要给她在最上位 这两张都在上面 她就是把她 没办法给哥哥的爱去分给其他人 哥哥以前他妈妈有跟我说他就是会打会骂 可是因为哥哥的事情之后对我就都不打也不骂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这个妈妈很好 然后跟其他人的妈妈都不一样 然后也会跟我聊天什么的 失去了老大 明珠学会把爱传出去 和小儿子一起在慈激环境长大 到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和宝贝密在一起 你刚刚有儿子撒娇吗 对啊 对啊我喜欢跟他 而且我喜欢跟他那个 你讲一些话 然后当朋友当兄弟姐妹这样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说他是我前世的英国嘛 所以这辈子有这样的缘 可以来当我的儿子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我前世的情人 那我也希望我下辈子来可以来结这份情 好不好 好啊 还好 还好 我也会怕耶 我也会怕他说不要 把小爱化成大爱 明珠用爱弥补遗憾 现在的她已经打开心窗 把握当下积极付出 让自己更有智慧 面对人生不同的风景 人世之间的困难的时候 我应该记下心来用上人的哪一句话 凡事不计较不比较就心旷生疑 真的是观念转个弯 天地就无限宽了 师姐道出了她的心路历程 不简单 不简单 过去 或许过去有苦有悲 但是现在展露笑容 对不对 今天除了我们明珠师姐来之外 还有两位她的亲友团 第一位是张美丽师姐 也是我们亲子成长班 一路陪伴的好发青 另外一位就是你 哦 有这个姻亲关系 你叫她四嫂 我们的红秀琴师姐 感恩 感恩你今天特别为家人乖 听说你老二三十一年了 对 嗯 她虽然是你的女傅 但是她比你以前嫁一个女傅 政家 你嫁进政家也三十一年了 你以前看她这位女傅 感到她是什么人 她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那个算很好的媳妇啦 嗯嗯 报喜不报忧 嗯 OK 嗯 就包含这个 呃 家里亲子的互动啊 对 夫妻的关系啊 嗯 她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对 但是当她老师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可不是纸包疗火啊 嗯 当时有看到她这鱼火要烈起的感觉吗 嗯 我 我就在想说她不知道怎么走出那个 那一段很 就像心里割了一块肉 嗯 那个痛苦 那一段痛苦啊 嗯 然后 后来她接触此剂之后啊 我发现了她 她把她的爱转移到 别的小孩身上 我觉得她 她慢慢的 她慢慢的开始展开她的笑容 嗯 所以苦瓜慢慢的变成哈密瓜 嗯 媳妇本来跟周围慢慢的淘汰咯 嗯 对 听说你老师走那天 嗯 你人没在家 我在两家 我在两家 我在内房 听说是 自这人家店会找到你啊 是 找很久才找到我 我儿子 就是当天是两点多往生的 她最后当下就往生了 啊 慈忌人 辗转到 卡丁尔的后果的时候 已经过两点多久了 那我从 呃 瑞芳良家 再赶回来的时候 已经过很久了 可是 我当下第一眼看到的是 满满的慈忌人 大家都在那儿为我儿子祝念 啊她 所有的慈忌人 带动我们社区的居民 大家都一起祝念 而且这些慈忌人是我不认识的 所以我当下 我虽然很相信的 虽然很辛苦 因为我没办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但是 看着慈忌人 我的心 有点安 尤其 我的康师姐都在旁边安慰着我 你的跟你说上款的母鸡 对 执生 康薰菊师姐 对 康薰菊师姐 他在旁边一直给我安慰 教我说 呃 要放下 要祝福 要祝福孩子 啊不 我真的 我真的哭 我真的疼 我的孩子会越疼 那 母子连心吗 对母子连心 然后跟着慈忌人 大家做点这样来练佛 的确 不管是我们祝福 大家都 较安心 我自己 当然在当下 我把我的悲伤 一定要忍耐住 但是 呃 私底下 呃 夜深冷静的时候 我也是因为那时候 我先生 还没有回国 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 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 嗯 当天的晚上 其实也是很难熬过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 呃 我接下来 每天都有 呃 我们资深康师姐 还有其他的师姐 也会打电话来关心 哦 所以非常感恩 就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姻缘 那 我的大儿子 这样的往生 我看到的 呃 呃 这样的慈激人 嗯 来为 呃 不认识的人 嗯 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抚 一个安慰 嗯 所以我自己 呃 事情 把我儿子的事情办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许下心愿 哦 哪一天 我有能力 我一定也要回馈 哦 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人要发好怨 对 对不对 你看那时候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是 你说嘛 除了康师姐 你或许认识其他人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 但是慈激人就是 要用智慧 要用慈悲来化解 这样的惊恐 这样的无常 是 谁希望自己的家园附近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祝念之后 希望王者 灵安 生者 幸安 是 虽然 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 不过 那个时间在你的生命岁月里面 还是累积了 将近一千多个日子 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阿淑泽当然 你也有请你出来做祭冈 多参与 但是你也是有心 但是打不开 打不开 放不开 听说直到了一场交通意外 让你才发觉 嗯 对 母天下不是我的 只有我的小孩无常走 是 但我是什么 回车到游蓝车是怎样 对 一个国中 某一个国中 某一个国中 他们要去毕业旅行 那经过平交道的时候 可能是平交道的系统 出了一点下的问题 所以游览车跟火车 就直接插撞了 所以当场就好几个孩子 当场往生 那我们直接人接获消息之后 就到上家那边去复卫 还有助念 那我们的资深师姐也邀请我一道去 原本我当然这样的心境 我怎么有办法来复卫别人 所以当我真的到了现场 那看到的那个妈妈这么的痛苦的时候 我心里就回想 对啊 当时这几年来我都一直以为我是最苦的 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可是当看到这样无常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的责任我是要来这里复卫别人 虽然说有爱陪伴就不孤单 不过民族师姐说感恩他家师兄 因为他家师兄虽然没有在他身旁 因为他在海外啊 今年长年旅月的这个在经商 我给他一个安稳的家庭 无后顾之忧 所以当有慈祭勤务的时候 他可以包包宽宽的 就进住到慈祭的园区里面 一住就好几天 我们来看看 最满的时候 我必须要用很大一张来写才够 小小张的这样是不够的 我就用这样子写 那这个都是注意的 注意事项 像这10月20号已经过了 我就可以先撕起来 那你看看一下我们9月份 每天每天满满的 从笔记本里看得见许明珠的行事力 排了满满的勤务 每天早上4点起床 独居的他一点都不孤单 规划活动 进行文法 丝毫时间都不浪费 我在家里的话 我就是会透过看近诗成语 每天来自己 自己再加声印象 自己补习就对了 我们会透过LINE 透过LINE 我们有群组 我们有群组 我们会把每天商人开示的内容 传给大家 他说他每一天都会开着他的车子 接了几个小的菩萨 然后去至公早会去听商人开示 但那时候他讲这个时候 是已经实行了三年 他没有断过 真的我好佩服 8点半 难堅难顾 对 这是装棉被 身为组队窗口 只要活动一来 明珠就活力充沛 全力应对 今天的活动还没开始 明珠已经早先一步 和大家讨论下一场活动的准备事宜 我大概从11号 我就会住在这里了 反正你们来就找我 看要暗单再来你就找我 我都在这里 今天生活组拜特林 好 你看我们待会儿他们下课 不是下课 要开始品尝的时候 厕所一定很多人用 这要拜托你 美云 感恩 我们四样都有 都来了吗 这些还在 都在那里面 对 保鲜毛 来 米糖木倒在这里面 好 先保鲜 对 但是我这十人份留下来了 对不对 十人份再准备 准备 准备 应该是减的 也有甜 也有甜 那你就要三个碗公 那你一个再去这一个碗公 一个放冰湯 一个放甜湯 那这样没关系 这两个来装汤 那你这个十人份的 汤纸在这里 好麻烦 小心走喔 因为烫喔 慢慢来夾喔 我们金色师傅 他就是开发出来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 不管调味粉 乌乌粉 还有汤品的 那在我们第六年区 今天就是所有的人 开发新的创意料理 然后做成成品 每一区都有邀请专家来 每一个人来品尝 所以今天是 应该算是北区 最大一场的品尝会 七八百人以上 今天的活动是透过 近似资粮 由志工研发出 五十六种不同料理 让大家品尝票选 明珠逢人就推荐好料理 也不忘到处走动 观察和志工 讨论活动流程 帮你们品尝看看好不好 这些煮的 这全部都用 蚂蚁粉做的 蚂蚁粉 这呢 米苔木啊 这是蚂蚁粉做的米苔木啊 蚂蚁粉做的米苔木 是啊 最主要是那个Q 因为外面的有没有 我们如果外面太Q 那是有 怕说有加什么不应该加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都是真材实料 全部都是用我们的哦 都是用我们的粉做的哦 所以也希望大家吃了之后 圆圆满满 感恩 感恩 人圆事圆 李圆 我们有办很多的海外的营队哦 还是社区的活动当中 我是觉得他年轻 然后他也有责任 年轻啊 头脑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也是也是很勇于承担 整个营队还没有开始之前 他可以前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就已经在我们的园区 把所有的事情做一个 做一个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思维过 而且他是可以睡在园区里面的哦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总是用微笑来对待 不管筹备什么活动 许明珠都走在这前 只因身为窗口 要对活动有彻底的规划和了解 即使再忙再累 微笑一定挂在脸上 虽然忙 且忙得开心 大家都是付出这么多的时间来这里 为了这样的一个情务来圆满 所以我感恩都来不及的 而且我都没做什么啊 他们都不累了我怎么可以累 而且当我们去关心他们 或是说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我的这样子 最真心的一个感恩 所以一定要微笑面对他们的 好事大家做 大家做好事啊 做好事真的不能少你一人 而串头的人啊 就真的要有智慧 对吧 不过也感恩你家师兄啊 对 你也可以这样抱抱抱抱抱抱抱 去打几个天哦 真的是一来师兄训练你独立 第二来让你无后顾之余 是 特别你自己是愿意过生活 听说常常三回事都很简单的就 就这样过了 对 不过你老师兄 回来听说你就是好日子开始了 对 师兄如果回来 因为他很喜欢美食 所以他都会煮给我吃 他知道我吃素啊 他会特别煮个素的给我吃 我师兄的手艺不错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嗯 他知道我辛苦 所以他会说 你辛苦 我给你補一下 所以他会特别煮给我吃 对 他是在哪个国家 他现在目前在柬埔寨 听说对于柬埔寨的持绩之业 他也很扶持啊 他有扶持啊 会所那边 只要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他都会大力扶持 只要有通知他 他一定扶持 因为他知道在台湾的师姐我 也是全心扶持持继 所以他在柬埔寨 虽然他自己本身没办法做 但是他可以做得到的地方 他绝对扶持 是 目前就是保持金钱 我们也要照顾他啊 没有机会也要多保持时间 是 所以要跟郑士兄说一声 就是感恩 感恩 郑士兄啊 你会让无后顾之忧 转型的做主持 儿子的这个往生 当然对我来讲 是个很大的伤痛 那 不过 他的宝贝二儿子啊 非常的贴心啊 今天虽然在大学读书啊 没办法请假来陪妈妈 但是他录了一段话 要送给妈妈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心里自己去那个发誓 就是说 那个哥哥没办法给的爱 我会双倍的 包括自己 然后哥哥的那一份一起 孝顺爸爸跟妈妈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 那些其他科业的啊什么的也都是 就是尽量让自己是两倍的努力 妈妈辛苦了 然后一路一直就是把我养那么大 然后她在做仔细的时候也很辛苦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会常常回来陪陪你 然后抱抱你这样子 然后一起吃饭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 是你最开心的时间 所以我会尽量常回来 虽然功课很多 不过 我会排除万难回到你身边的 你会排除万难回到你身边的 好 啊 你靠我可以了解啦 阿嫂你是你 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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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嫂真的很贴心 她只能两天发烧 水癦发烧 嗯 但是她知道我在营队忙 她不敢打电话给我 嗯 嗯 那直到我营队结束 嗯 然后她刚刚有讲到 嗯 其实我们两个一起吃晚餐 是我们 嗯 我上次讲啦 我遇到了所有的挫折 我只要跟我儿子吃个饭 聊天 我所有的挫折都不是挫折 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 因为他会给我鼓励 他会告诉妈妈 妈妈这没什么 妈妈做实际事 是你最喜欢做的 上人常在讲 善恶拔河哪一方会赢 就是人多的那一方会赢 那我们希望善的力量越大 让我们天下无灾无难 因为有上人有慈祭 让我可以转换我的生命 当我生命最低潮的时候 我遇到了慈祭 让我可以尽我所能 我都不会 累当然会累 但是说在做慈祭的当下 我是最快乐的 最伐许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 祝福每一位师兄师姐 还有还没进来的师兄师姐 我们都每一个人 都可以一起来 走这个菩萨大道 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让我们人间净土 早日西陷在眼前 好不好 也感恩师傅今天来 也祝祝师傅 多多参加我们主席的活动 有做这种感受 有感受就能这样感动化为行动 好不好 希望人心净化社会 祥和天下无灾无难 感恩大家 也感恩我们智慧 最勇敢有信心的民族世界 感恩您哦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